韓國瑜手拿朱砂筆 從龍舟額頭點到雙眼 最後再點喉嚨 幫高雄端午龍舟賽揭開序幕 資深藝人夏光麗 站在韓國瑜身旁合照 她曾演過新白娘子傳奇 和相帥傳奇 和端午節頗有淵源 代言今年高雄龍舟賽 夏光麗飾演的 碧聯和高中狀元的白蘇貞兒子 一起迎接白娘子走出雷風塔 夏光麗吸引將近二十年 六十一歲的她身材臉淡 還是保養得相當好 韓國瑜也親自為廣告錄音 推薦大家端午三天連假 到高雄觀光 我將與局處長首長組隊參賽 歡迎大家端午連續假期 來吃頭到南部 今年龍舟賽 報名隊伍和選手數量 都比去年多 總共有一百三十二隊 三千多人報名 成長都有兩成 高雄拼觀光愛河美景 結合端午龍舟 運發局也推出未婚聯誼活動 邀請民眾華龍舟談戀愛 今年是第一次舉辦 這回還找來 平東東港有國寶造船師之稱的 洪成瑞打造十二艘傳統龍舟 傳統工藝加上選手平靜 利與美結合 希望大推高雄端午觀光 這下李永遠 紅軍艦高雄報導